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且总是受人眼色 她的女朋友金发妹还是个学生 金发妹的身边向来步伐 想要挖阿肥墙角的男同学 在不胜快乐的生活里 阿肥唯一的精神危机就是吸食大妈 而她的大妈都是从一个叫马脸哥的人手中购入的 在频繁的大妈交易过程中 阿肥和马脸哥也成为了表面上关系不错的朋友 这次马脸哥给阿肥带来了一款大妈新品 布罗快车 晚上阿肥迫不及待的躲在街边的车里尝试 然而却意外的目睹了独角狠哥 勾结女警塔杀人的全过程 激光失色的阿肥将撑在细时的波罗快车 随手丢起在路边 又用极其感应的车技 成功吸引了狠哥和女警的注意 阿肥一路逃算来到了马哥的家里 他跟马哥讲说自己刚才的遭遇 两个人一同合计后发现 阿肥的行为已经暴露了自己 因为大妈新品 波罗快车刚刚流行 目前速度犯中 只有马脸的上限二撞有受 而二撞也将波罗快车只卖给了马脸艺人 马脸也只卖给了阿肥一人 所以寻找这条单一的销售链 独角狠哥一定能够顺藤摸瓜找到阿肥 此事也一定会祸及马脸哥 果不其然 另一边狠哥和女警已经发现蛛丝马迹 并拿罪判出黑白两刀 追杀他们随后灭口 慌乱的阿肥和马脸跑去找上前二撞 并且求他千万不要声张此事 结果不知豪宅的二撞却偏来告密 气急之下 俩人将二撞绑了起来 结果俩人前脚刚走 狠哥的人马就追到了二撞家 他们不但不相信二撞 还开枪打伤了他 重担受伤的二撞 这才开始回不当初 并看待自己不该触碰毒品生意 另一边老婆的阿肥和马脸 一边吸毒一边逃窜 突然阿肥想到和金发妹约好 晚上去他家续菜 尽管狼狈 他还是赴约赶到 结果阿肥和整岳父还没说上几句话 马脸就横冲直撞的闯了进来 原来追兵很快就要抵达战场 阿肥赶忙安排金发妹一架 去小旅馆避难 自己则和马脸躲进了树林中 仓皇的度过了一夜 抑郁身无分文的两人跑去学校 他们想用生殖的毒品 卖去一些钱 方便继续跑路 然而不巧的是 他们刚好撞见警察 马脸集中生智 抢夺了警车趁机逃跑 逃亡路上 阿肥和马脸的塑料友谊 也遭受到了考验 然而面对提勋的穷追不舍 二人还是选择了 相依为命 同仇敌看 携手共进 影片最后 在最后的决战中 泛然醒悟的二状 及时抵达战场 他救下了 身处烈士的马脸和阿飞 女警和狠哥 也因为汽车爆炸 因为身亡 糊里糊涂的哥萨 竟然误打误撞的 逃过了此劫 而反派也落得了 他们应有的下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